不過進到2021年 我覺得大家關心感情的狀況也好 工作狀況也好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最重要 真的是健康 是 什麼都比不過健康 賺再多錢 感情婚姻再好 沒有了健康什麼都是空談 而且2020真的是很嚴重 對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李勤老師 是 就是這個疫情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控制的 稍微緩和一點點 可以出國了是不是 其實也有分明到 今天一開始這個閒字 因為如果說以 紫薇斗書的角度去判斷的話 因為紫薇斗書在新醜年 這個文昌畫季 文昌主的是五行是屬金 金主的就是肺 肺主管的是呼吸系統 所以針對這個疫情而言的話 還要2021一整年 還是屬於一個不穩定的情況 那可是還要特別注意哦 特別是在今年陽曆四月份 陽曆四月份也又碰到文昌畫季 所謂的文昌雙畫季 所以以這個角度去判斷的話 在今年四月份 整體疫情會再次達到一個高峰 但是我們回歸到現在 大家反應觀念都做得很好了 那甚至現在疫苗也出來了 雖然還不知道它的有效 到底百分比是多少 雖然說整個2021年大家都很緊張 但是也許它不會再創新高了 大家還是要注意 因為真的很多國外的朋友 就說你們還可以跨年 還可以看演唱會 還有什麼 其實是很幸福 對 但是不要說一個人 如果他這個沒有注意到 看演唱會很多這個 必須要在居家隔離去跑去 對 老鼠屎 對 全部不要這樣子 真的不行 大家要好好珍惜 要愛護我們這個安靜 安全的環境 大家還是要小心 我們就一起做了身體健康檢查 他檢查完 他報告給我看 躺在哪個角落 所以我今天想要問老師 他藏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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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要知道怎麼樣改善他 要改善他的 你會營養師 你會老師幹什麼 錯了 2021的健康運的話 其實要留意的呢 就是容易燒躺症 有 天啊 然後再來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也要留意一些 骨骼關節 我老公今天痛風發作 他這個手肘 現在腫起來 他有弦啦 好恐怖耶